2019年一部暗黑系列漫画横空出世 当时不仅被列为某平台动漫的镇宅之头 更是荣获中国2019年玉龙展最佳漫画展 据说还有人为了观看这部漫画 空宵爆干一整夜 第二天因为太过痴迷这部暗黑系列的漫画 而彻底封掉 这个世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便出现了一种名为伪摸的面具 这些面具就类似于第二人格 它们来源于你的内心深层 在给予你强大力量的同时会不断侵蚀你的内心 从而完全取代你的 我叫吴勉 和多数人一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插手 一次全班都几乎不及格的考试中 我却出乎意料的拿了半几滴 但我的这一作弊的行为也很快引起了老师的不满 而我只是一个眼神 便让老师的态度来了360度大梦子 还当着全班同学面前称赞起我积极向上的态度 只觉得还不过瘾 我直接朝讲台走去 老等你讲课挺无聊的 我回去睡个回笼叫不过分吧 哪怕如此老师也只会觉得我是对的 我无聊的走出教室 正当我想着要不要将整个学校都变成一个只会玩乐的乐园时 一道戏谑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 既然想做那就去做呗 没错这就是我的面具 是他赋予了我让人绝对认同的能力 并且他还告诉我只要我把身体的主动权交给他 他还会给予我更加强大的力量 可惜我只是一条百滥的线 所以交换身体什么的想都不要想 再说了让人绝对认同的能力已经十分逆天了 就像个皇帝一样 原本我以为日子会一直平平淡淡下去 但在这一天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因为暗恋一个女生我来到这家咖啡店打工 只为偷偷看齐一眼 很快幸也来到了咖啡厅 然而今天幸不是一个人来的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皇帆男生 看着两人亲密的举止 我感觉自己的心都慢了一拍 而这个男生偏偏还是自己之前的好兄弟 他叫红一 明明三个月前他还是和我一样是个不起眼的叉上 但这一切来的实在是太快了 短短几天他突然就变成了群笑的一 无数光环缠绕下我俩逐渐形同陌路 真让人羡慕我 忽然一声尖叫声把我拉回现实 杏一脸惊恐的看着眼前的红一 只见他的脸皮开始分裂很快就形成了一张面具 那张面具阴险的说道 忘记重要的约定可不太好 得到了那么多 也是时候负点利息了 说完瞬间就将红一吞噬 看着红一不断颤抖的身体 一旁的杏急忙询问红一的情况 可下一秒红一瞬间暴走 静一把抓住杏的脖子 嘴里更是迷衡道 真的好笑啊 说话间就张开了血盆大口 看着乖乖听话的怪物 我这才松了口气 看样子面具的力量对这怪物有听管 不过这个怪物给我的感觉 跟自己那混蛋面具有点壮了 没有多想我将信挡在身后 就想要展现自己的男士寻风 来说说吧 你这个怪物到底把红一怎样了 一旁的信也出言提醒要小心那个怪物 信这突如其来的关心 也让我立马有点得意忘心 放心吧 毕竟能反抗我的人是不存在的 帅不过三秒 怪物的拳头再次朝我写 这一拳直接让我的脑袋充满问好 难道面具的能力失效了 这怎么可能 我再次对怪物发动能力 下一秒怪物升起停止 只不过周身似乎一直在颤抖 这时信也发现了周围的异常 明明这么大的动静 但是周围的人似乎像是没注意到一样 我知道这多半是怪物搞的鬼 正准备审问他的时候 他再次摆脱了我的束缚 我冷哼一声再次发动能力 但是这次仅仅止过了两满白 他便恢复了血动 我不明白我那绝对认同的能力 为什么会频频失效 突然怪物把目光转向了其他客人 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来到他们面前 抓住一个女孩子就开始平衡 看着眼前正在咀嚼人类的怪物 就连自己引以为傲的能力都失效了 一丝恐惧在我心中快速升起 现在的我只想拉起心的手 赶紧逃离这里 可幸却早已被这一幕下的双脖发软 完全不能动弹 这是我耳边传来的面具的声音 抛弃他逃拔面具的能力没有效果 你就只是一个软弱的普通人 只有放开他 你才有更大的几率逃出去 就像那时候一样 抛弃救你的妹妹独自逃跑就可以了 害怕死亡可不可耻 你就老老实实地遵循你那心血肉不就跑了 听着真理的煽动 我越发讨厌自己小时候的乌闹 但这次我再也不想重蹈覆准了 我立马对性说到让其好点后立马逃走 而自己则转过身来迎接怪物 这次我不会再这么狼狈地活下去了 我立刻摆好姿势 准备让这怪物好好吃点 一招指音拳便朝怪物打了上去 连三秒都没撑住就被拿捏了 这让我在性面前有点丢人 下一秒我就被怪物打了 几乎晕卷 他张开嘴又咬向我脱肉 剧烈的疼痛让我发出凄厉的肩脚 谁知道怪物却突然松开了手 说了一句真的很残吃 然后把目光转向一旁的心 性一脸惊恐身体颤抖着坐在地上 看到怪物的爪子越来越紧 很快就便打断了怪物的蜡手催花 他疯狂地朝我过来 但是这次不管他怎么挣扎 他都无法动弹 而我的拳头这时也跑着怪物的脸上 没有理会怪物倒在地上 我来到性前 可爱的小妹妹还能站起来吗 对了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我可不是无免那个软弹 别弄错了我的名字叫真理 几百年来真理终于回到了这个身体 看着自己的新身体 他瞬间欣喜若狂 还没尽情享受这种荣获新生的邪恋 刚刚被打倒在地的怪物又突然拖起来 真理一个侧身轻松躲开 身后的墙壁被怪物直接撞塌 还没等烟雾散去 怪物张开锯嘴困厌 真理直接抬起那十八年的相当脚 就当真理见兮兮的调戏脚下的怪物时 一道黑影迅速从他面前闪过 怪物的身材被更近开启了狂暴模式 见状真理反而变得更加新的 这么夸张的吗 怪物本以为自信的意见 不料真理下一秒就出现在他面前 然后更是一脚给他送上了天 这种级别的面具对于真理来说简直不要太有 完全提不起丝毫的性质 他转身对性说道 小妹妹 让我带你回到原来的世界吧 这话一说完直接把性愣过 原来他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只是这家伙用面具创造出来的 性不安的问道 如果死在这个世界会怎样 真理直接忽略了性的问题 因为他可不在意他人的死 再说他可不会死在这种货色上 真理突然凑到性面前说道 小妹妹 我倒是对你很感兴趣 人类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进入面具世界 可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呢 此刻我的意识再次苏醒了 不停怒吼着把身体还给我 我俩对身体的争夺很快让身体出现复活 在意识空间里真理一脸不懈的说道 把身体交给你你能回到原来的世界吗 还是你能打败怪物保护性的安全 既然什么都做不了 那就静静的待在这里吧 短短几句话便把我说的无地自如 真理也暂时赢得了身体的控制 自从我的意识复苏以来 真理明显感觉到身体的排斥感越来越强 看来得快点得手才行 真理一脸坏笑的看向一旁的心 突然怪物的一只大爪朝着真理袭来 真理只是随手一挥就拍了回去 但就在大爪飞回浓烟的那一刻 无数只手从浓烟中飞了出来 直接把周围的其他人都扔进了大爪 怪物也完成了最终进化 这是完全吞下宿主后的面具文体 突然性仿佛听到了红衣的声音 他痛苦的喃喃自语 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 真理就像没听见一般抬起右手 就要给怪物最后一击 性急忙将其拦下 你一定也听到了那个声音了吧 无勉同学你知道这么多 一定有办法帮助他的吧 没等性的话 说完怪物突然张开嘴就要将性试点 只见真理双手一挥 一瞬间怪物直接变成了二次元生命 所谓面具就是以满足宿主的愿望为用 契约达成后再将其人格完全取缔的存在 真理轻轻一拳就将怪物彻底刺死 与此同时这片世界也面临崩溃 接下来真理将开始他梦寐以求的夙愿 他准备好了姿势 嘴巴撅起举起手随心耳朵 可是下一秒脑子一阵炫秘 好在紧急关头 我及时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不过这种气氛多少有点尴尬 两道鲜血直接从我的鼻子里流出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的一口老鞋我用手挡都挡不住 整个人无法呼吸直接贪软下去 我只需要一个隐身 就能让所有人对我言听计从 甚至只是拍拍手 更是能对别人进行降维抬击 我的一切能力都源于那天所减的面具 自从那天以后 我的人生便被这副面具彻底颠覆了 本以为拥有了这副面具我就能为所欲 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好兄弟红衣镜也是面具的拥有者 不同于我的情况 他在人格不幸被自己的面具所吞噬 变成了痴人的怪物 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女孩 我不得不将身体的主导权交给我的面具 好在最后也是将怪物成功打败 而我却因为面具的过度使用陷入了昏迷 第一次长时间的使用面具 还是让我的身体产生了巨大的负荷 足足昏迷了两天半才再次睁开眼睛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白发女孩 正在和一群凶神恶煞的男人对峙 他们不仅叫嚣着欠战还钱天经地义 甚至还对那小女孩动手动脚起来 我说你们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女孩害不害死 听歌一句劝给人家父亲放 说罢我便想发动面具能力 没想到这次能力竟然失效了 看着为首男人那剑术的肌肉 没办法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孩父亲被他们拖走 顿时场面也变得有点尴尬 我连忙递给小女孩一块笔端 小女孩接过笔端后愣了一会儿 突然一溜烟跑了出去 没看出来你耗这口牙 真理突然出现在我身后见细细地说道 想想她之前控制我身体的猥琐行为 我突然想拿起板凳把她砸死 哎哎哎有话好好说 再说你也打不到我 我不再与她瞎扯淡 像其询问性的情况 跑得很优还是她帮你叫的坐库车 她更是一脸不甘心地表示自己就差一点就能在上 我小脸一红手动的板凳直接朝她丢去 飞出的板凳与进门的姐姐擦两个 我的这一行为自然受到姐姐的一顿教育 事实上我和姐姐没有血缘关系 她是一名警察 也许是看我可怜很久以前就收养了 一直资助我的血系 突然传来的敲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门口出现了一个子发的女人 她叫紫罗兰自称是姐弟的上级领导 她这次来是为了调查咖啡店的事情 指引我出事的那天 咖啡店里的每个人都消失了 没有任何征兆的凭空消失 文言我微微发愣 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当时的情况 紫罗兰见我不说话便打算用另一种方式询问 只见她的眼睛突然发出阵阵紫光 然后冰冷开口 你见过戴面具的怪物吗 一瞬间一股说不出的眩晕充斥着我的大脑 跑在镇里的及时出现 打断了我和紫罗兰的对视 稍微恢复过来的我也是满头大汗 艰难地说出没见过这几个字后 那奇怪的感觉也不见踪影 见实在套不出我的话 紫罗兰也只好让我们离开 她打开耳麦开始向上级汇报情况 完成工作的她正准备买点吃地犒劳一下自己 还没走起布尔麦里再次传来声音 她随意地询问起还有什么事吗 但里面的消息直接让她感到脑子一片恐怖 离开医院后 我还想询问大姐那子发女娘的身份 姐姐只是让我不要打听便挥手离开 看着姐姐的背影我有点发愣 姐姐似乎并不打算告诉我关于紫罗兰的事情 很快我便喊出了真理 我想弄清楚为什么自己的能力突然失效了 还有紫罗兰到底是什么人 这一次真理却表现得一领无息 你似乎还没有和我进行过任何交易 在此之前试舍你的能力 要说要留自然是我说了算 世上可没有白痴的午餐小鬼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只要你和我交易我 他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一切 我当然知道这是他的计将法 随即表示即使没有能力 自己也能活得很好 另一边紫罗兰和他的同伴 在一夜默默地站立 他们的身下是一只残缺的手 只有手上的戒指还在闪闪发光 与紫罗兰手中的戒指交相挥衣 紫罗兰不知道什么人 竟能够杀死自己的未必 此时他暗自发誓 哪怕不择手段 自己也会找到学生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了学校 从紫罗兰的表现来看 一定是和性接触 我必须了解他们 从性口中问了多少 但令我困惑的事情发生了 无论我怎么说 性都坚定表示 他从来没有去过那家店 见我还想继续追问 他显得有点生气 就在这时性的闺蜜 突然走了过来 他叫石谦 是个极其让人讨厌的家伙 话说成绩不好的学生 会被差别对待 可少不了他的功劳 他自然也看不起 我匆匆拉着性离开了 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性灵灵那天就是在咖啡馆 而且红衣今天 也因为生病休假没来 突然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个黑影 乍一看竟是紫罗兰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的瞳孔 突然发出明亮的紫光 下一刻我双眼失神了 那种奇怪的感觉再次出现 然而还有一根 巨大的针管出现在我的头顶 他迅速向我刺来 即使我想要躲开 可无论我怎样 挣扎身体都无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针尖扎进我的额头 那针管不断地抽出我的血液 而我也因为剧烈的疼痛 失去了意识 紫罗兰将刚刚提取的东西 灌输到自己的大脂肪 只见他双眼变得通过 两久才咬了咬牙说够了 显然他并没有得到 他想要的结果 一旁的口罩女人提醒道 恐怕这样擅自行动 不是很好吧 毕竟强制毒取这种能力 很有可能破坏人的脑神经 但此时已经疯狂的紫罗兰 根本听不清任何人的劝说 他现在只想尽快完成任务 好去找到杀害未婚夫的凶手 并起手残伞 当我再次醒来时 发现血身酸稳无力 正准备洗把脸精神一下 但真理却跑出来叫嚣道 如果不是我刚才 替你挡住了那一下 你小子的命八成就交代着任 这该死的女人 我也按骂一声 真理随即表示紫罗兰 只是抽走了自己创造的虚假剂 文言我只是点了点头 不再留 看见我那一副 事不关己的态度 真理来到我面前 窜躲我去报仇 我没有理会他从他身边走过 并表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自己只是一条百烂的嫌疑 到我刚出去 就想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既然紫罗兰从我这 没有得到想要的线索 那么他一定会去找信 意识到信有危险 我马上打电话过去 但一直无法接通 我毫不犹豫地冲出去找他 但无论是在家 还是在学校都没有他的身影 同时在一条暗像里 紫罗兰也感到难以置信 刚才他施展力量后 竟发现信没有撒谎 同抽出的记忆 可以得知信那天 居然没有去过咖啡店 口罩女人看着 倒在地上的信 感到十分的担心 紫罗兰确实是冷漠的宝石 那就帮他叫一辆追求车吧 不过看样子多半是没揍 人性究竟能有多黑暗 明明只是好心 将受伤的女孩送往医院 然而学校老师 得知后座的第一件事 竟是贴清所有关系 并将我视为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无论我如何解释 都没有人相信自己 老师的一句差声就是差伤 更是让女孩父母 将我视作杀女仇人 就在刚刚察觉到 信会有威胁 我急忙寻找起信的下谋 最终在一条偏僻的暗像 发现了信 此时的信 已经口吐白目 失去了意识 我知道这一定是 紫罗兰蛋的好事 信里第一次出现 想杀了他的念头 而我抱着信的行为 也被路过的视线看见 第二天老师 也自然而然的 把我叫去办公室 不等我解释 便先对我一顿 劈头盖脸的乱骂 尽管我拼命解释 什么都没有 仍然没有人愿意相信 即使是信的父母 此时看着我的眼神 也充当愁 我不知道如何向他们 解释关于面具的事情 只能将一肚子的委屈 憋在心里 回到教室同学们 开始对我议论纷纷起来 更是有人不知死活当众 说我把信给他杀了 而我也是憋了一肚子气 直接来到他的面前 一拳将他打飞了出去 另一边的大街上 一个穿着斗篷的男人 正坐在一具尸体上看书 聪明的头脑超棒的能力 帅气的容颜 完美的身高 明身体还不够强壮 说罢他一把 将手上的爆胎揉成一条 此人正是红衣 那日红衣的面具 被真理打最后 并没有彻底死去 反而被一名魂无的壮汗 此时的他对剑朔的身体 极度痴迷 好几位健身教练 已经被连续吞噬 而且子罗兰的 未封夫兰莽 也是被他杀死 只见他贪婪的 把目光转向光头大汗 此时他早就忘记了 那是自己的救命人 只想把这个身体 吞噬为自己嘴 下一刻红衣就降起手 显然秃头大汗也不紧 他阴沉着连手中的拳头 似乎聚集了能力 一拳就把红衣砸在墙上 然后跳向空中 直接向红衣采去 巨大的力量 将地面砸成一个大洞 正当他以为 战斗结束的时候 一堆黑色液体 从石缝中流出 瞬间光头的脚 再也无法动弹 这种熟悉的能力 让光头感到惊讶 刚意识到问题所在 只见那些液体 就像老师一样 为什么红衣能使用它 还没等它回过神来 红衣已经从液体中钻出来了 它发出圣人的笑声 你的身体我就不客气 见状光头拼命喊道 如果不是老子救了你 你早救了 吞下光头后 红衣的身形肉眼可见 很快就变得像光头一样 晚上我疲惫的躺在床上 受了一整天的委屈 和苦水我很快就睡觉 直到半夜 我才被一阵饥饿的喊息 我来便利店买了一份电脑 但是当我想要付钱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忘了带手 这时身后传来一声 不耐烦的催促声 为你买不买呀 不买让我行 回头一看 我发现是病房里那白饭了 似乎害怕我借钱 他立即装作不认识我 店主见我想要白嫖 将我赶了出去 可我还没走出几步 一声尖叫声从我身后传来 只见便利店里的店主一把 将小女孩楼放来 他微笑地诉说着 自己对小女孩的关系 渐渐的微笑 逐渐扭曲成了争鸣 他猥琐地说道 我很喜欢 让哥哥亲一口 就有香喷喷的猪爬发 看着小女孩拼命挣扎 他似乎更兴奋 你别逼我 我不想让你和他们一样 小女孩的表情 带着一丝绝望 这时我冲进便利店 但是接下来的场景 让我目的忙 不要碰 此时此刻胖子的身体 也变成了一坛戏 小女孩一脸呆滞的 跪在地上 他没想到自己的能力又失控 再次杀了人 就在我震惊的时候 一个眼睛男 突然出现在我身边 我刚准备回头 他直接一举身 嘴里更是念叨着 野兽就是野兽 连自己的能力都控制不好 现在还有目击者真啊 这是紫罗兰的失职 不过还好死人 可算不上目击者 眼睛男来到女孩面前 跟我走一趟吧 我劝你不要用你那个能力 也不要想你套跑 否则你的废物 老爹会过的平台 文言小女孩也满脸没语言 另一边我听到了 紫罗兰的名字指导 人生硬 我一直是一个软弱胆小女孩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在那个时候 抛弃妹妹独自套跑 当时脑子里只剩下恐惧了 后来我活了下来 却无法停止 对自己懦弱的自责 这九年来 我一直将自己 当作妹妹的衣物 至少不要让她 拼命保护的衣物 成为孬种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自己会默默地 喜欢这个女孩 这让我感到很幸福 但即使是这种渺小的幸福 也被那个女人 无理地摧毁 这是什么道理 因为是目击者 所以会被莫名其妙地杀死 为什么这群狗屎 一样的人能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弱者 总是成为受害者 此时此刻我终于 同意了真理的交易 此刻无处发泄的情绪 变成了灾难 你 甚至那贱人 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奇怪 什么时候也没有 人会遇见 我不是那样 我遇见 是因为是目击者 就要被人莫名其妙地杀死 是 这些世界 你是那几句游戏一样的人 却能活得好好的 对什么弱小的事 总是成为受害者 这么说 你是做好心理准备了吧 虽然不想成 但你遇到一个正强 也勉强算一件好事 那么 来交易吧 下一次我从地上站了起来 其实 是你见人 显然这个叫让的家伙 并没有把我当回事 只是把我当成低阶尾 但下一刻 我的一句命令 他便不由自主地回答起我的问题 回过神来的四眼 感到一脸不可置信 自己怎么会不受控制地回答他的问题 下一瞬间就朝真理袭来 然而他自以为是的一拳 却直接穿过了真理的声音 将远 让得眼里顿时充满不解和恐惧 自己之前明明击中了他 为什么如今却碰不到 此时真理缓缓捡起一把水果刀 只是在手上随意地把玩一下 更是让眼睛一脸不可置信 明明只是一把普通的水果刀 竟然会让自己那早已超越物理极限的身体 产生强烈的危机 没有理会一旁的让真理来到白叶身边 让他帮忙给子罗兰带句话 话因为落 却被白叶一口一个笨蛋的责怪 为什么不逃走 那家伙不是你一个刚觉醒的伪物能抗衡的 一旁的眼睛突然叫嚣着让白叶杀了真 今天的事他就当作没看见 也许是看出白叶的挣扎 眼睛更是变本加厉的刺激 杀个人而已难道下不去手吗 你不就是一个杀人犯吗 眼睛的一句杀人犯让一旁的白叶脑在一片 看着眼睛这么没品尽威胁一个小女孩 真理一个闪声来到她的身后 手起刀落 下一瞬间整个闭面都被劈成了两半 随后发动能力质问其眼镜和子罗兰的关系 言出法则让眼镜不自觉的交代 自己和子罗兰都属于一个名为囚龙的谱子 片刻后身体恢复的眼睛 第一时间就拉开了距离 真理有过头眼眸东云光一闪 直到说出组织的具体位置她才摆脱了数目 眼睛立马化作树道残影在真理四周蹦跌 嘴里十分挑衅的说道区区尾路别太嚣张 寸击一傻 当眼睛自信的以为已经将真理抹出时 真理却突然出现在眼镜的身后 毫不犹豫就是一刀劈下 强大的力量让她疼得面目真理 看着毫发无伤的真理 眼睛变得惊恐起来 全身的气胞都在告诉她赶紧跑 她实在不明白明明只是刚觉醒的问题 但却强大到无比 看样子得尽快联系丈母他们来处理 白夜看着逃跑的眼睛 而一流不可思议 而真理却不以为 毕竟恐惧这东西可不是明星的手法 随后真理转头让白夜两个早点 自己得去找那家伙玩手 而白夜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姑息了一样 文言真理微微一醒 说完整个人消失在两年视野 然那道飞银此刻却裂开夸张的笑容 眼镜很快就跑出了宿舍 可身上的不安丝毫没有紧张 整个人犹如身处在一个牢笼里 这时真理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进 身后太敏感本而不是件好事 稍微陪我玩玩吧 另一边求聋的几人刚刚发现了蓝莽线 突然接到了眼镜的求助信息 看到信息上一次第三接的字眼 战五瞬间愣舍 他们没有当个立马准备起 而子罗兰却因为蓝莽的事 执意要留在此处搜索 他们不知道的是远备的高楼 红一正一脸坏笑的看着眼前引起 快速赶来的战五 他们突然发现件鬼衣的事 而此时的眼睛正在用唯一能动的手 他脸上充满了苦苦和绝望 而真理看着这些却有点所然无味 正准备一刀结果拿着一道问候 突然谈 晚上好啊小兄弟 真理毫不犹豫直接朝着那道声音射出去 不过这家伙看着有两根半的实力 捕手就接住了水底盗 战五一脸轻松的调侃着眼镜 同一时刻我所在的位置发生了拒绝 蒙烟散去真理豪华无伤的站在那里 真理不禁调侃起他们似乎也是不错的人 他实在是很好奇 他们这种被别人失守的能力 也自此道理多大 战五没想到真理一眼就看出了他们一眼 这才知道这场战斗他不会那么 下一刻真理的周身出现三个弃力 紧接而来的是巨大的爆炸 就在真理嘲讽着控制气流的能力完全没用时 浓烟中爱迪拿着十字镰刀突然出现了他声音射发架 爱迪瞬间重重的砸在地上 没等他回神真理边一脚就将气踹飞 一旁的眼镜还在跟战友说着真理的能力 真理却直接命令他俩站在那里 两人的身体瞬间不听使唤无法动来 紧接着一招蹲位顺踢直接将他们轰入墙内 浓烟散去二人身边打开了一个防护罩 这才使他们没有受到重创 而在真理眼里这些不过跳梁小丑 正当他准备降下天罚时 却突然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 原来是此刻战五发动了能力 在真理周身布下了真空领域 真理也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短时间内就找出自己的弱点 他心里想的这样也好 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能力当作炎灵之类的 到时候只要被自己找到一次机会就能轻松解误他 可没等真理反应爱理闪现上前给他开梁刀 一瞬间血迹就从身体里标出 真理没想到那把十字镰刀竟然连飞尸体都能击住 而真空中他又没办法用死 见此行警我也劝说真理先撤 毕竟那玩意在吃中一发可够我两个月 可真理对于我的劝调的事 就在爱迪再次发动攻击时 真理动了 当一个人内心的负面情绪达到一个临界点 他便会产生一种名为面具的第二人格 面具的出现就像一把双刃剑 他会在赋予宿主强大能力的同时 不断地侵蚀你的内心 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自己的面具完全取代人格 而我的好兄弟红衣就是因为内心的嫉妒 变成了一个吞噬他人的怪物 哪怕如此我还是选择与真理交换了身体 因为怀疑性是杀害自己未婚夫的凶手 紫罗兰竟强制读取性的记忆 导致其脑细胞坏死 因为自己是案发现场的目击者 就被演出了几种孩子 天道不然以万物为出口 哪怕变成一个嗜血的怪物 我也会洗刷这罪恶的世界 此刻真理的双眼像深渊一样不寒而栗 每一步都散发出可怕的死亡气息 让囚龙气傲地让卧地爬行 更是言出法 一脚崩飞了打开支援的爱人 但由于真理的过于轻敌 很快被杖武者的破绽 也导致自己受到重创 绝境之下彻底激发了真理的能力 只见他双手一核发动了大招 随着真理的一生命中 世界进诡异的颠倒前 囚龙几人立即开始自由落体运动 好在杖武的能力让几人性命运 哪怕逃过一劫 这种慌怒的能力仍然让杖武难以执行 如今强行开大的真理也是强弩之末 巨大的消耗和身体的重创 让整个世界慢慢崩溃 他也利用这个机会逃离之内 真理拖着疲惫的身体一路朝前方走去 直到抵达前面的公园才停下来 他强撑着看向前方只好赌一把 赌眼前的家伙不是敌人 可我想要询问他什么意思是 真理却失去意识倒在了地上 杖武等人也因为能力的消散 回到了现实世界 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一定很糟糕 于是跟着地上的血迹一路尾随至公园 不过他们很快就忘了 地上的血迹像被什么东西切断一样 线索彻底没了几个人也无计可食 看着天快亮了 杖武决定让艾迪先戴眼睛回去治疗 自己则是立马向上级汇报情况 这种强度接近第四阶的尾雾 给他一种非常糟糕的预言 另一边紫罗兰和小伤正在寻找蓝莽的线索 突然两人遭到袭击 来人正是红衣 他看着眼前的两个人喊道 这次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看着液态生命在红衣身上不停地跳动 此刻紫罗兰的瞳孔瞬间失神 他脑海中不断闪过与蓝莽在一起投 他仍然记得几天前的求红一事 红衣看着发呆的紫罗兰觉得对方在轻视自己 气得他张开去找陶紫罗兰显然 好在小伤危机时刻割断了剧转 他立刻把一个瓶子扔到红衣身上 红衣不须的 下一刻他的痛苦剧症 叶旦的暴露让他的身体瞬间解决 彻底被冻住 小伤也趁此机会一跃而上 一刀将红衣砍碎 正当他以为战斗结束时 红衣却凝聚身体出现在他身后 然后一个弹曲 红衣满脸不悦 没有能力的垃圾还在这里这是看不起我 以前看不起我的家伙可都死了 就在这时紫罗兰动了他轻声难道 时机痛感 下一刻一根针管插进红衣的脑袋 一瞬间红衣只感觉身体被撕裂了一半 他痛苦的在地上打滚 嘴里发出凄厉的尖叫声 这个针的持续时间是六十秒 紫罗兰不打算轻易放过他 他想让红衣尝遍所有的痛苦 然后慢慢死 一番折腾后紫罗兰也筋疲力尽 他一直在嘴里说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的丈夫会死在这种垃圾手里 听到垃圾这个词的红衣突然睁开了眼 就是因为以前的他天天被人说成垃圾 自己才会觉醒其他命迹 他张开了巨大的身体 咆哮到老子不是垃圾 然后进去叫 紫罗兰的表情逐渐拧屈 他发誓即使绝地三尺一二年 好掉的红衣发出了红罗式的跑 路上遇到的一切生物也不太分之类 他不想成为大家的伙子的爱 他想吃掉所有优秀的家 让其成为自己的眼睛 最后一个巨大的柱子赫然出现在面 在另一个神秘的空间里我也醒了过来 但是我那母胎soro18年的性格 真的不知道怎么和女生说话 所以只能一直假装睡觉 直到真理清醒才教给他解决 刚交换身体的真理就发现 面前出现了一道黑影 他也是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东西 吓得甩手就是一拳 黑影也立刻跑到了女孩身后 原来黑影是女孩的面具 女孩好奇地来到真理面前 他不明白真理是如何进入这里的 女孩骄傲地说出 这是他自己创造的独立空间 与外界隔绝除了他以外 没有人能找到他 闻言真理瞬间嘚瑟起来 对本大爷来说 进入这个程度的世界算不了什么 女孩听着欠打的回答也冷嘲热乎 说得这么厉害 还不是差点被囚龙的人干了 真理有点愣神 这个女孩竟然也知道囚龙 打听才知道原来女孩的一个朋友 也被囚龙抓住 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他 这也是女孩帮助真理的原因 作为报答真理想帮助他就回那个朋友 但是女孩很沮丧 那个地方连靠近都做不到 刚捡回小命的女不要瞎折腾 老老实实活着不好吗 不说了该回去了 只要我还活着秘密基地就不会消失 你想待多久都行 见状真理也不再多说 为这个人请我记下了 我叫吴敏 你呢 女孩笑着说笨蛋 向女孩子询问名字的时候要礼貌点呀 我叫林鸟 下次再见了 说罢他便走进传送门中 同时囚龙总部内 一个翘着二郎腿的男人听了战舞的报告后 立即为面前的几人安排了一对特殊的隔音耳机 然后他的手掌轻轻放在自己脸上 刷的一下便换成了我的脸 男人冰冷地让几人记住这张脸 必须在七号之前把人带回这里 面前几人认真地记下男人说的每一句话 但出乎意料的事情赫然在这几人当中 数千名学生近一夜人间蒸发 弹破的教学楼里布满了位置的黑色男人 好在那日逃课回家我也信任意满 得知消息的我还是不由道息一口了不起 看着新闻里的人间蒸发一组 很快我便联想起那日的咖啡店事情 那日子罗兰也是告知里面的人全都消失不见 因此我也换出真理询问红衣是否还存活于世 不料真理一脸无所谓的表示她的死活病 毕竟已经变成了一个人格丢失的惯例 至于学校里的那些家伙更是不足一体 我的能力早已恢复你只需要放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 闻言我只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并禁止朝门口 刚打开门就看到了丈武的身影 没想到仅仅两天半的时间竟被气找上门来 只见她缓缓到处我的个人信息 正当我以为会有一场大战爆发时 丈武却一脸热情地与身后的大子拿起包 说是想要和我单独聊聊 然而大姐似乎并不理会她拉着我禁止朝屋里回去 只剩一脸尴尬的丈武留在原地 在丈武软磨硬抛下大姐也终于同意她的要求 只是冷漠地提醒起丈武 这臭小子虽然爱和人半嘴打架 但绝不会去无故招惹事端和欺负他人 要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就胡乱给他安插罪 我必定不会放过你 等大姐走后我遇到丈武的心上 毕竟我可没有和敌人心停气和坐调慢慢聊的心 不等他开口我便谨心问出他与大姐的关系 但丈武并未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一番交谈后得知他虽是囚龙七要之一 但却是个尾物 正因如此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一个达到四阶以上的尾物能造成多大的灾难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么一个危险的家伙 竟是曾经布下的地理 紧接着他便开始问我是否感兴趣加入囚龙 只有加入囚龙才能让你的能力合理化 更是防止三十年前那场灾难的再次发生 文言我不由一愣 三十年前一座繁华的城市 仅仅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废墟 对于那场灾难政府说是因为某个危险武器的研发失误才导致 然而丈武说出那场灾难的真正原因 竟然只是因为一个尾物的暴走导致 突然一个女孩倒在我们面前 人竟是十千 他嘴里不断的发出求救声 不远处红一缓缓开口 哎呀又是一个熟面狗 说把红一召唤剧着想要把十千抓 红一时刻丈武也出手 很快便化解了红一的攻击 挡下攻击的丈武调坦了 然而红一却满脸不屑 随即幻化出一只更大的巨手一笔将丈武来 还没等丈武换过身来 下一刻无数处手从地底撑出 瞬间将他绑住 看了红一的能力 我也明白学校里的学生突然消失 必定是红一的手 眼见被揭穿红一索性承认 自己已经将那上千名学生进属制度 留下十千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女人 给红一留下了太多讨厌的 她想在吞下之前好好折磨一下 听完红一的话 丈武瞬间暴露 然而面对丈武的怒斥 红一只是大力的相声 顿时一股无形的压力朝我两袭来 让丈武根本无法动作 红一的强大也让丈武不由猜测 他已经超过了第四级的反射 看着地上的十千我平静地说道 这种家伙固然该死 但大部分的人都是无辜的吧 他们不过都是些拼命努力的高中生 他们都是好人吧 为什么也要对他们下手 我的话也很快激怒红一 只见他恼羞成怒地朝我袭来 就在他的攻击即将击中我的那一颗 近诡异地停了下来 红一被眼前一幕吓得冷汗之流 此刻我身上的压迫感全面爆发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面对红一的质问我感到一脸迷茫 现在的我究竟是人类 还是那被称作伪污的怪物 下一刻整个世界充斥着扭曲和红一的压迫感 瞬间笼罩重人 红一也意识到自己绝非我的对手 立马化作一道黑影想要逃离这里 然而我紧紧抬起手 就将其能力彻底抹入 继续能力的红一瞬间从空中摔落 他惊恐地举起双手 怎么会有这种离谱的呢 他愤怒地对我破口大骂 让我把能力团底 声音抹除 接着红一嘴里更是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来到他的面前 我的日常生活变得一团糟 说起来更是拜你所思 大叔接下来就是你的工作了 我的提醒让还在愣神的丈无反应过来 给红一套上了意志伪污能力的项劝 临走时丈无依旧劝说让我加入囚龙 哪怕丈无把囚龙说得那么正义领人 但我打心底还是对其声不起 但你好 这种厌恶不仅仅是因为紫罗兰和四颖 这股厌恶感似乎很久以前就是如此 另一边紫罗兰来到了白夜的家 他表面说想邀请白夜成为囚龙的一员 其真正目的是利用白夜崩坏的能力 彻底粉碎红衣 可白夜心地善良不想再伤害别人了 似乎料到白夜会这么说 紫罗兰告诉白夜之前被杀的便利店员工 他们已经确认他是在逃通缉犯 多起女孩失踪案都与他有关 如果那些女孩拥有和你一样的力量 他们就不会死 所以你的能力不是犯罪 很多时候只有伤害别人才能保护自己 这样你父亲应该能轻松得多 每月的工资足以帮助他还清部分债务 文言白夜有些心动地说 那我考虑一下 对了那天便利店遇到的那个家伙 有句话让我带给你 他说 性子证我记下来 我会不会分算 不久前男人才发誓要让女人成为世上最幸福的人 这一次任务的意外竟让两人出现了阴阳之别 女人费尽千辛万苦 才得来首任仇人的几乎 现在却要因为男人嘴里那所谓的规征制度 就要让他彻底放下心中的仇恨 就在刚刚紫罗兰也成功劝说白夜加入囚容 而白夜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除掉眼前的这一男人 见白夜还在犹豫不定 紫罗兰缓缓说出男人多次将人活活打死的罪行 说起来你父亲的肩膀也是他带人打乱 还有一个死者的女儿 你也看不够打 父亲被打死的滋味可不好说 见状男人面色变得争鸡 下一刻便化作一个头戴面子 只见那怪物快速逃着白夜洗 面对冲来的怪物白夜顿时感动 不用担心 只见白夜身后再次出现那道鬼屋的黑 面对袭来的怪物他只是微微财人 下一刻 哪怕已经知晓白夜的力 紫罗兰也依旧感到不可思议 他不由内心疼喜 有了这股力量必定能让红衣飞飞 忽然紫罗兰的耳麦传来生气 而里面只告知他红衣已被 那家伙已经被 那我现在做的这些到底是为什么 高速路上一辆货车快速飞 车内一人对着正在驾驶的司机 敌不许千万别是什么 然而司机不懈地表示被套上向圈路 就像一条被拔了牙和爪 然而不信任外的 只见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突然来了很厉害 男人抱怨起司机走开的车 但是司机却说车子似乎被什么奇怪的东西 只见一个幽灵般的小人 纵盗着一根针管朝圈的影响 伴随着两身踩到车内两人 已相对一起 与此同时 紫罗兰以手持匕首登上了后车厢 见到来势汹汹的紫罗兰恐惧 瞬间将红衣垄装 正当紫罗兰要为死去的丈夫报仇时 百合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紫罗兰身后 你这是想要做什么呢紫罗兰 百合迅速将紫罗兰制服 但面对即将手刃仇人的机会 紫罗兰又岂会轻易放弃 那幽灵小人再次出现 手里的针管也朝百合的太阳穴狠狠扎了过去 中招的百合只是淡淡说出 自己这句分身可不会受到任何痛感的影响 早已疯狂的紫罗兰根本不会理会她的话 只是一脚便将这所物分身击倒在地 红衣这次死定了 就是耶稣也留不住她 但身为老狐狸的百合又岂会没有后手 只见下一刻紫罗兰也被突然冒出的三句分身再次控制 我的分身可不止一句 见自己的复仇就要以失败告终 紫罗兰愤怒地喊道为什么要控制自己 他杀了灵哥光头还有学校那么多人 反正横竖都是死 为什么不能让我杀了他 百合没有理会一记手刀便将紫罗兰打晕过去 只见他冷声道你可没有行刑的权利 随后又和身后的红衣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可红衣却不记得自己和百合有不什么联系 只见百合将手放至脸上 轻轻一划遍幻化成性的脸 另一边按照丈武的吩咐 我将昏迷的时间送至医院 对于我这一行为真理不满的表示 我有点本末导致 但我只是淡淡开口 自己现在已经看不上这种小角色 现在让我不爽的只有球龙那群混蛋 再说了我也看得出来 你在同类里应该是个高警 这么了的报复可不适合咱们 吃了一顿彩虹屁的真理也只能撇了撇嘴 突然一阵吵闹声从不远处传门 只见一名医生对于瞒着自己 偷偷实验的是破口大妈 但让我没想到新的母亲也在场 见那名医生终于走出大门 我缓缓逃他走去 他回头的一瞬间 我便发动了我那言出法律的能力 你们讨论的实验品是指什么 随后那名医生便不由自主地说出 性将作为一个人格覆盖的实验品 我走过来的医生看着我的眼神也变得不一样 从他口中可以得知 这是一个针对脑死亡患者的复苏实验 但哪怕能苏醒过来 也仅仅只是个皮脑 而实验的内容是将人造的人格覆盖 病人本身的人品 文言我不由倒吸一口良心 这绝对是比死亡更残酷的事 面对这有为人伦的实验 我问到能否阻止他的发生 医生愤怒地表示自己唯一能做的 就是进去大吼医生然后被赶回来 他也只知道这件事和囚龙有关 不过临走时他还是劝我 不要和囚龙牵扯上关系 但身为性的朋友自己又岂能做事不管 第一检查总部 疯眼内 战武正极力为我争取加入囚龙的机会 他说出了我可以暂时消除他人能力的话语 企图引起在座众人的重视 但战武的极力推举却被百合当作是对大姐的愧疚 不给战武解释的机会 百合立马斥责正是这种幼稚心理才会如此窝囊不堪 随后宣布往后的行动 岂要不必再参与的决定 于这次他要亲自出马 囚龙究竟有多虚伪 不仅打着维护正义的幌子 随意杀死普通无故百姓 更是不断哄骗病人家属 肆意对瘫痪患者进行违背人伦的人格替换实验 就在刚刚得知囚龙想要对性进行人格替换 我也来到灵鸟的秘密基地询问囚龙的关押地点 可极度设恐的我依旧不敢直面女生 只能把这一伟大的重任交付给真理 见我问起囚龙的关押地点 灵鸟无嘴一笑 他告诉真理如果为了帮自己那道不必了 像我们这样的家伙想要活命就得安稳低调 你现在又去找他们不是嫌自己命长吗 而真理只是淡淡地表示只管将地点告诉自己 囚龙那群废材在我面前全部都得趴着 见真理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灵鸟小脸一红 默默说出了消嘲这个地方 闻言真理也想起四眼说过应该是子罗兰所在的监察总局 那样正好可以心仇旧恨一起算 见真理一副认真模样灵鸟还想劝说一番 但真理却吐槽起了他下操心 气得灵鸟表示不会再管真理这个笨蛋 真理摆了白手道 总之多谢了我很快就会回来 可他刚走出灵鸟的空间 就发现自己身处高空 脚下更是有无数黑手朝他蜂拥而来 下一刻真理已然被套上了一只尾巫的项圈 可这小小的项圈又怎能压制住真理呢 仔细一看原来幻面竟戴上了隔音耳机 真理一个闪身便出现在幻面身后 按着他脑袋狠狠朝地面杂取 既然能代替囚龙七要来参与这次行为 幻面又岂会那么简单 真理刚刚摧毁的仅仅只是他所创造的一个幻象罢了 他的身影再次浮现也表示其账物并没有夸大气质 一瞬间一只巨型的布楼幻化而成 我挺好奇你究竟到了哪一届 真理不屑开口好奇可是会害死人 但更多的幻象也随即而来 真理出言嘲讽这种垃圾幻象来多少都是一个下场 再次行中将幻象化你 又一道身影浮现在真理身后 见幻面还不死心真理果断一记手刃发过 可看清眼前来人真理却不由一愣 只见一道血痕从性的胸口裂开 看着手里的鲜血真理也否定了眼前之人是幻象的猜 不过呢却不是血 看来主人格被压制的很彻底啊 那可再好不过了 来人正是球龙大典预长 百合 下一秒真理脖梗上的项圈瞬间收缩 化作一副漆黑的头套将真理整个脑袋包裹 无论真理如何掰扯都无法将其脱下 百合见状嘲讽着真理哪怕使用虚化也无法摆过 还是老老实实接受人格剥离的痛苦 解决完真理百合又把目光看向一旁的滑梯 话说似乎还有个会使用空间能力的家伙吧 见真理被捕灵鸟不由吐槽一声这个笨蛋 随即便发动了能力方盒子 方盒子瞬间将百合与幻面定格在原地无法动来 灵鸟无奈的吐槽真理又欠他一个人情 这可真是意外的惊喜呢 曾经有三位调查员在这里失踪 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该不会是你搞的鬼吧 关于那三名调查员的行踪灵鸟表示并不知情 没等百合继续开口 他的身体便被小鸡一口吞下 紧接着灵鸟把目光望向一脸惊呼的幻面 告诉他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小鸡的大佬 幻面也不例外 下一秒小鸡已然来到了幻面身后 一分将无法动弹的幻面吞入口中 很快灵鸟便解决了百合和幻面两人 他戳了戳倒地的真理 话说这个东西要怎么摘下来啊 这个东西可是摘不下来的 听到百合的声音灵鸟猛地回头 只见百合拍手称赞起灵鸟的能力 之前失踪的那三位调查员应该扎都不上了吧 灵鸟一脸茫然自己不是已经解决掉它了吗 下一秒幻面出现在灵鸟身后 正当他疑惑起真理的去处时 他看到了充斥着诡异和扭曲的事情 察觉情况不对 百合也吩咐幻面赶紧带上眼镜 突然他瞳孔猛缩 不得压迫感瞬间从他头顶吸着来 逃过一劫的百合顿时一种心急 两人惊恐地看着不远处的真理 可仅仅一个眼神对视 哪怕已经提前佩戴好耳机的幻面 也瞬间被真理形容 而迎接了 正当百合不解幻面为何不必使 他自己也瞬间压麻呆住身体 根本不受自己的控制 很快他也明白过来幻面的造语 刚刚与真理对视的一瞬间 地图洗脑般的认同感变弥漫了百合全身 好在这里的只是百合的一道分身影响不到 不然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意识到不是对手的百合 立马分出多道分身起来拖延时间 但真理又岂会给他这个计划 漆黑的头套赫然出现裂 下一刻瞬间封碎真理的眼眸里 百合的三观再次被刷新 他们囚龙专门用来抑制伪物的项圈竟然碎 真理不懈地表示这项圈倒是有点意思 让无免的软弹被压制的挺舒服 真理所散发的气息 让这位囚龙大扁狱长第一次感到 这种压迫感 百合只在那道门面前感受 如今再次现实他怎能不害怕 这已经根本不是野兽了 是怪物 顿时无数分身四散而逃 但下一刻真理却精准地说出百分内心的想法 真理又岂会点 在处理完百合后真理的身体却逐渐溃散 他告诉我这是使用悖论这种违背现实归不落 稍微睡上一觉就好了 忽然一只巨大黄色野猫孤入地出现在 更是朝真理射出一道鼓舞的门 真理静静地看着身体逐渐消散 没有做任何的抵抗 反而在消散的最后一刻吐槽起我躲在背后一脸无能的样子 十分讨厌 看着真理消失的身影我陷入了一阵的盲眼 直到听见灵鸟的呼唤我才回过神来 可灵鸟却明显感受到我与之前不太一样 由于自己的害羞之前都是让真理与其交涉 这也难免让灵鸟感到眼前之人的默胜 我们的确是初次见面 你知道灵鸟是如何成为伪物的吗 小时候的灵鸟便活在家暴的阴霾中 只是不小心打费一个碗 他就会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 长期以来积累的绝望与恐惧也让小女孩变成伪物 自那天以后 他的身边就多出了一个名为小鸟的面具 当小鸟问起灵鸟有什么想要实现的愿望时 可一个小女孩能有什么愿望 不过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吧 如今也因为被囚龙发现 而不得不放弃这个从小陪伴自己的地方 灵鸟一想到要离开这里难免会感到怀念 正当我想要安慰灵鸟的时候 他却已经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走吧 去就回我们的朋友 刚搭上出租车便遭到司机的拒绝 并表示那里可是禁止对普通市民开放 不过好在我拥有让人绝对认同的名字 告诉司机将我们送到第七监察统局复地做好 我也好奇地问起灵鸟囚龙的监察统局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灵鸟认真开口表示这所谓的监察统局 实际就是专门关押我们伪物的天文 我冷笑一声这么说来我们可算是危害世界的害虫了 灵鸟文言低下了头询问我是否后悔 变成我 我淡淡表示与其做个只能顺从世界狼狗 流下去的阴影 我反而愿意当一个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孩子 过了一会两道人影将汽车组合了下来 看着逐渐靠近的身影 我也意识到里面到达监察统 突然为首的男人惊愚 汽车瞬间到飞出去 然后我们顺利从车上跳了下来 哪怕还有普通人在车上却依旧增下沙士 这便是囚龙的嘴脸 既然如此 我也没必要和囚龙紧续的仙女后兵 领域的展开瞬间覆盖整个监察统局 看着面前的男人 我果断发的能力 男人仅仅几个回合变到飞出去 灵鸟看着倒地不起的男人 可一人不可思议 听说男人之前可是能重伤囚龙的人 在七要的围捕下依旧能全身而退 可如今也沦为了囚龙的走狗 我告知灵鸟不必为了这种不相干的人而浪费胆情 我们只需要救出自己的朋友就好了 看着面前的大门我停了下来 既然来了就不出门迎接一下吗 听见我的声音门后的四眼瞬间汗流加倍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这 那日将其重伤的场景还让他立立在目 他也暗自庆幸将白叶给带了过来 而四眼就归付出我也索性亲自破门而已 见状四眼立即让白叶出站 更是拿出他的父亲进行威胁 望着不远处的白叶我也不久地问起 他为何会出现在这 不料白叶却表现得异常冷漠冰棍 见四眼还在不断威胁他 虽然真理下线了 但看他使用了这么多次贝脸 我也渐渐熟悉了这个能力 竟能将世界的规则随意抹除和改写真是不走道 不过没使用一次就要受到现实的排斥 好在只要能承受住这股排斥 下次使用将会更强 烟雾逐渐散去 四眼一脸狼狈地挡在地上 我也发现了凭自己现在对贝脸的掌控 还是无法直接将四眼抹除 清醒过来的四眼怒斥起白叶为何不对我控制 白叶却表示我并非那些穷凶极恶者 所以他也并不想对我出手 四眼早已将我视作世界的怪物 告诉白叶现在不处理掉 非得等我真正对世界造成危害 而我也怒斥起四眼图 初次见面便依也说随意命理他 你又有什么资格随意制裁我 文言四眼更是对我破口罢 将其亲人的死亡归结于所有伟物的身上 见其说出那不经过大马思考的话 最烈愤怒地朝他一拳挥去 在我看来这种对伟物的敌势 不过是转嫁自己无能和偏见的借口罢 四眼挨了一顿毒打还不老实 要是解决不了他 就滚回去和你老子过以前的日子吧 文言白叶再次陷入两难的境地 面具的力量从身体里喷涌而出 小黑一脸淹沉表示 会帮白叶来毁掉这些让自己为难的东西 而此时我却震惊地发现我的世界 竟被他的能力撕开了一道裂缝 突然小黑用手捂住白叶的眼睛 嘴角一扬便有数道裂缝铲出 静止朝着我的方向延伸 裂缝 见状我不由大惊 没想到小黑竟然能够伤到非实体状态下的我 与此同时四眼也被一同击飞出去 不过他也反映过来明明和我前来的还有一个女孩 不禁疑惑起零鸟此时的去向 然而小黑的这一举动也遭到了白叶的制止 可小黑却声称自己在保护白叶执意要将我杀死 此时小黑也开口解释 第一次见我便产生将我杀死的念头 只因我的体内有着一股令他也感到不安的力量 小黑表示如果成为敌人 他也没有把握能保护好白叶 因此只能将我彻底抹杀于此 此时和我分头行动的零鸟也感到察觉到了巨大声响 也猜测是我在和囚龙进行激烈战斗 担心至于他也加快了找人的步伐 突然身后却传来小孩子的声音 而就在零鸟的围头时 直接冻穿了零鸟的胸膛 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零鸟 黑影随手将他丢起 嘴里还念叨着这可不是我的错 都怪姐姐擅自闯落 不料下一秒他就僵直在原地无法动弹 方盒子内零鸟也缓缓站起身来 只见胸口处的伤口不断凝合修复 大音刚落小机就将黑影拼掉 零鸟却很不解囚龙为何会有这种诡异的东西 然而更让他惊讶的是身后更多这样的怪物朝自己靠了过来 他们口中不停地喊着 姐姐姐姐你要给我玩吗 虽然这玩意战力不强可数量却向无穷如尽 发疯似的朝着零鸟不断醒 下一刻零鸟再次发动方盒 无数魔方拔地而起 将怪物们尽数碾成碎片 可诡异的是哪怕变成碎片 他们依旧不停喊着姐姐好朋友 求你救救我吧 怪物的反应却让零鸟很不舒 他总有一种错杀了人的态度 没有想太多零鸟望向了身后的大门 整个萧巢里只有这里找到疑似关押尾物的长死 他来到门前使出了魔方 大门瞬间被吞噬了个大洞 然而里面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 另一边我与小黑的战斗渐渐趋于烈势 整个战斗我都只能处于被动防守 可我现在明明可以使用更强的背影 为什么在他眼里我比那时候的真理还要弱 那家伙的强大到底是因为什么 愣神间我突然回忆起真理的神出鬼魔 只要先抹出我自己的存在感 就可以做到类似隐身的效果 届时便可在敌人反应之前做出致命一击 可我刚准备抹出小黑却发现白叶也在攻击范围里 只是稍微犹豫片刻就被小黑察觉了 这一击也差点将我半个身子削掉 我知道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 于是准备控制悖论的范围直接将小黑抹出 只见我再次消失在小黑的视线中 整个人突然朝着小黑喜剧 然而刺客悖论的使用实现突然倒露 更是因为现实的排斥直接摔倒在地 望着离我越来越近的小黑 我知道情况有点不明 未旧朋友灵鸟打开了关押尾屋的大门 我映入眼帘的只有面目猙獰的怪物 而想要将我抹杀的小黑也被白叶拦了下来 可小黑却明显感觉他要出手的一瞬间 仿佛就被什么可怕的存在盯上 如果刚刚执意对我出手被抹杀的可能就是自己 与此同时紫罗兰也回到了监察总局 看着无力倒地的我 他戴上耳机准备亲自更爽 嘴里得意地说着不要露出这种表情 这是没办法的事 而他的这句话却让我脑海里涌现出不如我一记 内心中怪异的情绪再度生起 与其说这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厌恶感 不如说是一股迫切想要将球龙摧毁殆尽的冲突 紫罗兰看着我的身体微微颤抖 还以为是在害怕 就在他准备出延朝朝时 对我抬起来那双星红的影幕 滚一边去 紫罗兰不明白自己 明明已经带上我们的带 竟还是会不受控制地到飞出去 莫非这家伙的能力再次得到成长 而此刻的我内心的冲动越野越力 脑子里不停地传来一个小孩的声音 他用着稚嫩的走音开口 看到我了 谁啊 什么呀 我还以为你能感觉 你在说什么 根据道的就只有分明 所以你到底在说什么 云里屋里的花让我彻底陷入了癫狂 反应过来的紫罗兰立马让四眼对我发动 可下一秒我却让四眼把紫罗兰狠狠揍了 身体不受控制的四眼很快就将紫罗兰 使零鸟通过空间跳跃来到我的战场 可刚一见面嘴里的鲜血便忍不住吞吹而出 奇怪的是我在看到零鸟后 狂躁的内心竟逐渐变了鼻子 突然地面开始不同阵子 一只猙獰临丑陋的怪物从地面钻出 四眼和紫罗兰看着面前的暴尸感到不可思议 暴尸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它可是被关在地下的最底层的 清醒过来的我立马上前想要查看零鸟的伤势 它却一把抓住我的手再次视长了空间跳跃 看着已经虚偷的零鸟 我的脑海深处又是一阵翻译 下一秒暴尸再次醒来 大家伙你很不讨喜啊 我正打算好好地教训一下这家伙 却被零鸟瞒下 他说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伪物被关押 只有一堆奇怪的怪物 而且这玩意儿根本杀不死即便消了脑袋 他也能无限增值 文言我也明白当务之急 还是先离开这里再说 此时紫罗兰却突然大笑起来 他来到怪物的面前 像哄孩子一样劝说暴尸抓住两人入侵者 而暴尸则凑定紫罗兰闻了闻味 下一刻他突然发狂一口就将紫罗兰吃断 紫罗兰也渐渐变成了百合的模样 他一脸阴沉派样子伪装 根本骗不来这家伙 对于百合的出现我有点震惊 因为之前真理可是实实在在把他抹脱 还没等我回过审来 铃鸟立马拉着我趁机逃跑 远处看着这一切的四眼却发现了情况 此时的我已经是可以触碰的状态 就当铃鸟准备再次使用空间跳跃时 四眼闪声来到我手 一个横批静止抬着我 看着攻击受效他显得有些疼 哈哈果然能碰到你了 见状铃鸟准备用你衣服 四眼得意地走到我的面前 刚刚那一下顺便废了你的嗓 声音发不出来 能力用不了了吧 现在你在我面前 这废物可没什么人 因为他的不向圈套在你脖 让我分手 更是嚣张地表示 就算自己无法手认凶手为家人报仇 只要迁怒于你们这些同为伪物的害虫身上 也不是不可以 所谓的面具就是从你们这些蛀虫身上诞生的灾害 无论我做了什么只要将你们铲除 我所做的就是绝对的遵移 此刻四眼脸上写满了恐惧 嘴里更是不动急着心转 不可以让你 我愿快死了 没有理会昏厥的四眼 项圈内不断涌入的力量却让我感到差点 说起来上一次被这东西套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 而一同闯入我身体的除了这股毫不讲理力量外 还有些本不属于我的情感和记忆 不要怕 只不过换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生活 这些人真的都是姐姐带来的 也明明要一直欠你 抱歉 不要露出这样的表情啊 这是没办法的事 你会原谅姐姐的 对吧 接下来的处理交给我们就好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情报 那个 事先收好的钱 啊 不用担心 稍后就会打到您的私人账户上 那么这只伪物就由我们接管了 虽然它的能力没有攻击性 我还是想想想 那股刚刚才平息的冲动 在看完这段记忆后再次担忆 丧风也在此时振振碎裂 碎血的疯狂让我意识到情况不对 于是我立即用自残来压制住这股疯狂 就在此刻百合带着帐无几人感到 他眼神一明就让报氏回到该呆的地方 而报氏似乎有点忌惮百合 在他体内一个女孩不屑地切了一声 随后乖乖地钻回了地下 通过百合的叙述我才知道 三十年前的因为一个伪物的暴走 彻底摧毁了一座城市 而暴石就是从那个伪物身上剥夺出来的 这就是所有伪物的陌路 使用和接纳面具的力量只会到来不幸 最终变成和他一样的怪物 听完百合的话 我的内心产生了一丝动摇 妹妹的不幸不正是因为我吗 灵鸟见状立刻上前 让我清醒点别听她胡说八道 说着就抓住我的手准备离开 而百合几人却没有动手静静地看着我们消失 一旁的爱迪不解缘计划不是要实行围捕吗 为什么直接放他们走啊 百合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没办法 毕竟被人盯着也不好做得太过分 那可是个凭一己之力就能省私大罪的天台 平日里看起来温润儒雅的大劫可不简单 只去一个眼神便让囚龙几人不敢轻举妄动 更是凭借一己之力手撕了暴走的大罪 可这样一个拥有恐怖实力的女人 竟然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类 另一边灵鸟和我来到一栋废弃大龙 可当一落地灵鸟就不停地呕吐起来 灵鸟你没事吧 没有理会我的关系 灵鸟反而问起能否放心地将我当成同伴 正当我一脸不解释 灵鸟解释到仅仅只是因为那家伙的几句话内心便摇摆不定 抱歉无眠伟物的生存环境本就十分艰难 因此我必须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所以我再问一遍 我可以放心地把你当作伙伴吗 一番沉默过后我也是缓缓开口 看来我还是被小瞧了呢 得到我的答复后 灵鸟再次露出了笑容 下一秒身后的大门便被人突然推开 可当我与男人互相对视一眼后 他便将我当成了自己的情敌 紧接着掏出屠龙宝刀朝我冲杀而来 可等烟雾散去后 我一脸不解地看着倒地的男人 这是干嘛难道他想碰瓷 没有理会倒地的男人灵鸟挥手 示意我一起进入大楼 而我却将注意力放到灵鸟的身上 明明受到了那么严重的伤势 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几乎痊愈 这种恢复能力简直强到不正常 察觉到我的目光 灵鸟朝我露出了鼻翼的眼神 为你在盯着哪看了 没没什么 紧接着他便开始介绍起我来 这是五脸是个很厉害的家伙 极度设恐的我这能尴尬地打起招呼 那个写作业的小女孩叫花里 你好 那边装逼的中二少年叫小丹 无名魔神撒旦畏惧把凡人 而外面那个躺在地上的白痴叫复兴 是个花瓶 灵鸟笑呵呵到虽然大家有些奇怪 不过都是挺不错的家伙 但我表示一旁的大叔似乎还没有介绍吧 文言灵鸟却变得支支吾吾起来 可大叔却抢先开口不用在意自己 我只是个失败的人格偶 文言我也立马变得警惕起来 人格偶不就是囚龙生产的吗 一旁的花里也立马表示 这些年都是黑书照顾了 他是个好人 见状我也放下了对黑书的戒心 突然灵鸟回忆起那日囚龙里的那些人格偶 不禁问起黑书人格偶是否会有其他的变化 可黑书却表示完全失败的人格偶 是难以维持人类模样的 文言灵鸟不由一愣 难怪当时自己会有一种错杀了人的错觉 一阵呕吐感再次涌上他的心头 另一边大姐独自找上了百合 百合自然也看出大姐的来者不善 于是他也决定先下手为强 瞬间愤出树道分身朝大姐袭来 嘴里还在不停念叨那家伙可是伟物 就算是你又能护着他到什么时候 大姐几个呼吸间便轻松将百合的分身打倒在底 她淡定地来到百合面前开口 我只是在例行公路 你还是配合点好 文言百合不解地看向大姐 什么意思 关于那个脑死亡的女孩 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 之前就给你们报告过了那只是意外 因为子罗兰的毒断而造成的过失 面对百合却想推出的态度 大姐冷冷讽刺百合变成性的样子接触不一 在带到我打工的地方原来也是个意外 那她还真是个不幸的孩子 百合被叮得有点胆怯 支支吾吾地解释那些都只是个意外 你究竟想怎样 她因为洛大姐一拳轰在了她的胸口 没什么就是想顺带给这所谓的意外 一个小小的警告把 便贯穿百合的身体 用贯了分身的你多半是忘了什么叫疼吧 待到一切尘埃落定 百合就只剩下了一半的躯体 球龙总部那百合也感受到了分身的死亡 她也没想到大姐竟然对那次的事了解得那么深 百合很是后悔 要是知道这小子成长得那么快 当时就应该直接处理掉 原来那日咖啡厅的性径是百合所患化的 当时的大战也让她发现我尾路的身份 但碍于大姐的实力 以及那时莫名出现的危险气息 她还是决定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加上光头已经通知了附近的政厅警员上后 她也只能迅速撤离 现在看来她也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件事 毕竟这可是不可多见的上等养量 与此同时 行政厅的看护所内心一脸无神地看着窗外 直到大姐的到来她才有点反应 其实性很不理解眼前的女人 明明知道自己是追捕污蔑的人格 为什么不直接把自己处理掉 不过这一切都无所谓 自己的资料和目的都被人知晓 囚龙肯定不会再给不及 到时候自己只会在一个月后迅速衰老死去 知晓这一切的大姐也决定归还性自已 毕竟作为人格欧本就是很可悲的事 不过她还是警告性在最后的日子里 过点正常人的生活 如果再插手尾巫的事就怪不得她 另一边的尾巫据点内清醒过来 不喜又找上了我的麻烦 表示要不是因为我执意要去囚龙灵鸟隐灰手上 灵鸟解释起是她自己要跟着过去 再者所给出的情报和实际情况也相差甚远 我还是礼貌地对灵鸟进行了感情 不料不喜竟像是舔了新药和我杠道 同端道歉有什么用给我跪下来谢罪啊 她的这一行为自然迎来灵鸟的危险 不过哪怕过去那么久 灵鸟还在为杀死人格偶而谈谈 那种亲手杀人的感觉还是让她觉得不输 一旁的黑书也安慰到比起龙和囚龙的过去 或许死亡才是一种解脱吧 对了说起来我的面具最近似乎下水 你们有这种情况吗 文言复习又开始得意气 大概是因为你的面具是个没用的话 我这样的高级过不没遇到过好 此时一旁的小蛋开口了你这情况多半是兄弟 随后解释起个别伪物在使用超越某些限制的能力 就会出现类似的状态 不过这类的伪物本身就十分信 好厉害小蛋你知道的这么多吗 这是当然的 我可是全知全能的神明大人啊 可我却有些疑惑起混蛋面具消失前说的那些话大喊 这时一道人影突然走进来 呀哈很热闹的样子 看清来人林鸟感觉心动慢了一拍 连忙大喊她是求荣弃药的金蝉 快忍离她 不得我反应过来 她已经将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只见我的身体逐渐被黄金包裹 下一秒我经变成了一尊黄金 这个女人具有点势成金的能力 丁手就将他人炼化成一座黄金雕像 面对金蝉的突然袭击众人不由陷入绝望 可没想到金蝉此次前来 竟然只是为了再吃一顿黑书做的饭菜 世宝喝足她也解除了我和傅喜身上的封印 原来前几日红衣袭击学校的行为 也引起了正厅高层的不满 因此囚龙即将要对伪物进行大清早的行动 金蝉抛下一句你们好自为之吧 便静置离去 不同于傅喜的劫后余生 我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只是因为对方没有得意自己才能平安无事吗 真是讽刺啊 哪怕得到了面具的力量 还是没能保护好身边的人 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还需要变得更强 还是太弱了 另一边紫罗兰回到萧朝内边 没有理会一旁的白夜 他静置朝深处走去 很快他便来到那道关押着暴食的大门前 为给自己的丈夫抱头 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哪怕是与球龙为敌 紫罗兰朝着面前的暴食缓缓走去 告诉暴食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尽管地去吃 我会放你自由 文言暴食感动地突进了紫罗兰 妈妈我爱你 我下一门暴食面立水 暴食一只可怕的怪物就要将紫罗兰通晓 白白臭女人 既然决定释放暴食 紫罗兰又起床没有人后手 哪怕紫罗兰已经被暴食通入口中 暴食却明显感觉到自己竟然没有办法将其吃 只见紫罗兰冷笑道 这么多年自己早已将精神暗示渗入你的体内 看样子就算你是大罪还是会被影响 与此同时我正和灵灵 坐在楼底盘人生 可突然手机却传来陌生来电 电话那头行医生称性的人格附带实验已称 同时三天后会送去他们医院 面对姓获得新生的消息也没有过多的喜悦 毕竟我可不记得我给过行医生自己的电话 一番思考过后这次我选择独自前往 哪怕明知是个陷阱 自己身为姓的朋友无论如何都得去看个究竟 存在感 抹除 转眼间便看到了早已在医院等候的百合 我不屑地表示就凭你一个就想解决我吗 可百合却微笑说道 比起这个不先去看看你可爱的姓同学吗 虽然在百合身上目前没有感觉到任何杀意 不过总有补违和感让我很不舒服 当开门的一瞬间我却愣住了 并入眼帘的只有一具模糊的尸体 哪怕已经知道这是个骗局 可当自己亲眼所见还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 见状百合见兮兮的嘲讽我竟然还对信报有希望 你一直惦记得姓同学早在治疗的前一天就已经死了 面对百合的嘲讽我一把抓向了他的面门 我就先撕烂你的嘴巴 可下一秒百合再次出现在我的身后 无疑这些不过都是百合的分身 莫除 百合就像一只凡人的苍蝇根本清除不干净 紧接着他又对我讲了些莫名其妙的话 甚至扬言要将大姐也牵扯进来 闻言我再次朝他攻取 不料百合竟还有反弹攻击的能力 因此我也挨了一下 百合再次挑衅起来 我应该叫你污蔑吧 还是叫你 才对 可第二个名字却像是被什么屏蔽了一般 竟让我产生了认知障碍 然而在百合说完后沉睡许久的真理竟主动醒了过来 看着明显不一样的气息 百合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 干嘛这么惊讶 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 仅是一个照面百合便被瞬间撕死 不料百合还想作死继续挑衅着真理 再次化作树道分身朝真理袭来 不如死的分身就在靠近真理的一瞬间都化作了一惊 真理不懈的表示自己可不是你口中的那个调物 即我在说你在找死不是在开玩笑 哪怕百合不是对手 也依旧嚣张的保释自己不过是一道分身 你又能把握怎么样 怕一味落他却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脏被人掐住 不仅是分身远在囚龙总部的百合本体也是一样的感觉 百合惊恐地看着真理 不明白他为什么能够影响到自己的本体 真理咧嘴一笑 因为你在我的世界里啊 解决完百合真理领头看去 那日在公园的黄色巨眼再次出现 面对他发出的黑色闪电真理决定不再躲 瞬间无数比其大上一倍的诡异魂眼出现在天空 而随着黄色巨眼的迷恋 囚龙某处内内的黄色巨眼的主人缓缓苏醒 而此时我还在执着于百合刚刚所说的话 真理得意的让我不必担心 他不会让那些记忆影响到我的 我没有理会他静止朝远处走去 可没走几步身后却传来一道小女孩的声音 你不要的话可以给我吃掉吗 转过头去只见女孩在不停地啃食着百合的尸体 吃完百合的尸体后 他又朝性的方向看去 剑转我连忙挡在他的身前 小鬼你谁啊 见我挡住他的去路小女孩愤怒地盯着我 让开 小布现在很饿 听到小布这个名字我不犹疑了 趁其放松警惕的时候 我便一块把砖砸了下去 眼前这个小女孩就连名字和眼睛 都和上次球龙里的怪物一模一样 要说是巧合鬼都不信 另一边一栋废弃大楼上 大姐坚信每天都来这里问起是否很喜欢这里 喜欢 不过她却奇怪地表示只不过一会儿就看不到 谢谢你文君姐 这些天我已经很满足了 很快大姐便反应过来信心干嘛 不等大姐阻止她便朝身后的高空坠去 要是我是一个人该多好呀 我想一直活在这片晚霞的地方 那片美丽的天空现在仿佛出手可及 女孩一叫起来就发现自己遭遇了绑架 可作为始作俑者的我却依旧不敢轻举妄动 只因面前这个可爱女孩 竟是可以吞噬一切的猙獰怪物暴食 不过就算过去十分多钟小布 也没有进入暴走状态 正当我想与其友好交流的时候 不料她却突然发疯朝我手臂狠狠咬了一口 同时生气地说我是个只会浪费食物的坏家 原本还想从小布口中打听紫罗兰的去 却得知小布早已和紫罗兰撕破脸皮 突然一只黄眼怪物朝我发动了偷袭 好在我反应及时一个侧身躲了过去 不料周围更多像这样的怪物朝我围了上来 只见怪物们不停地嘀咕起 不可能不应该呀的话 为首那只更是直接喊出了真理的名字 见状真理也不废话直接散开了领域 下一秒却被两只拔地而起的巨手瞬间抓住 怪物更是出言嘲讽真理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毕竟我可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你 卫论 关键此刻我也使用卫论将面前的巨手瞬间磨灭 为那家伙是怎么回事 知道你的名字还能直接攻击你 这是你可从没对我提过 话因为落真理的身体又开始逐渐消散 对此他只是淡淡表示一时半会还不会有事 看见眼前奇形怪状的怪物不由联想其性能量 真理却直接否定了我的想法 他们乃是专门针对我而产生的领域 一个被判者所布置的一层保险罢 不过真理早已想好了应对的办法 转头对着角落的暴时询问其是否已经论 闻言小布瞬间会有转而露出一副贪婪的面容 一个弹射起步就朝怪物猛扑了过去 见状前方一只剑兽的怪物将其一笔拍 当剑兽怪物的故事 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刚刚触碰到小布的那只手臂竟丢失一截 与此同时一道黑影也朝着那只怪物冲去 一眼傲取小布已经将怪物的身体一口咬了 尝到甜头的小布还意犹未尽地想要再吃一点 这时真理表示那些怪物已经被小布成功牵制 这正是绝佳的时机 正当我询问起真理打算如何解决这些掉怪物的时候 伪相不可疑似的真理却第一次选择躲离这次危机 下一秒他竟强行将我的身体主权剥离 转眼便来到旧城区中 哪怕劫后余生我也依旧表现得闷闷不露 一方面是真理的自作主张 另一方面则是真理一直在刻意让我被囚龙产生军 毕竟只有我使用盈利的次数越多 真理对我身体的掌控权才不定得越大 对此我不由嘲讽起了真理的吃相未免也太过难看 竟然背弃自己的骄傲选择逃跑 文言真理尴尬地表示看来自己还是太过着急了 正当我和真理继续降嘴时隔壁一道熟悉的身影 转头一看竟是白夜 另一边囚龙的处决人靠着小蛋也找到了新的据点 为首男人随手丢掉了受伤严重的小蛋 只见他抬起手臂对着面前的大门 尴尬的冲击力瞬间将大门封碎 当几人进入据点的一瞬间 灵鸟立马发动空间跳跃 随后与后方的小蛋一同消失在原地 与此同时我也上前和白夜打起了招呼 不由感谢起了那日他的手下留情 白夜 我的名字 你好 我叫吴勉 我不解的问他为何会一个人来这种地方 文言白夜逼下了脑袋表示自己住在这里 对此我也毫不客气地表示 这么巧的话我就顺路去拜访一下吧 听我要去他的家里做客白夜罕见的脸红起来 随后又问起我和他这样一个怪物相处 不会觉得很乖意吗 我却表示白发的女孩确实很少见 但看起来很酷不是吗 见状白夜的脸又红了起来 突然前方的嘈杂声吸引了我俩的注意力 指尖竖到人影将一个怪物牢牢地钉在了墙上 可看清来人白夜才发现这竟然是自己的父亲 男人竟当着女孩的面杀死了他的父亲 这也让女孩彻底落入为嗜血的坏物 下一秒就叫男人 这一切的男人瞬间被吓得汗为加倍 此时被仇恨蒙蔽的白夜正在逐渐地演变成一尊罪面 同时不远处的大楼一道人影正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 男人正是囚龙大点欲整之一的墨 嘴里不由轻笑着小莲可别那么轻易就被杀了 看着愈发疯狂的白夜 莲也察觉到了不对 自己这是被人下了套呀 霸音未落一道尖刺拔地而起 瞬间将白夜风飞出去 紧接着又有数道尖刺出现在天空 一秒尖刺精减地落在倒地的白夜身上 看着受伤的白夜我立马就想要上去帮忙 可真理却打断了我并表示 要是对面会这么轻易地被解决 也不至于那么棘手了 此时他也察觉出来白夜父亲身上的异常 一番观察过后表示其根本不数了 同时连缓缓举起了手里的尖刺 就要给白夜最后一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白夜的脸 已经完全以小飞容乐的一体 这无疑是完全演变成醉的一场 最多的命运也在这一刻彻底踏向了下去 可当连刚稳定住身形 就发现白夜已经出现在自己身形 瞬间一股强大的冲击力 也将人砸进一股脸处的大 可白夜又几个轻易放过他 举起了拳头便再次来到人面前 不料白夜靠近的一瞬间 就被银烟调出了剪刺 身为主行人的连又起 他再次举起力量 刀被贯穿的白夜杀 这连又一只有被无情的阵压 同时我也来到白夜身边 捕捉了他的骨子杀手 我想要问清楚白夜的父亲 明明不是伟业 却为何会变成 闻言连却坚定地表示 白夜的父亲就是伟业 反而逃弄地问起 我与真的的交易到底进行到来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被白夜冷漠地彻底杀死 随着连的死亡白夜的样貌 也恢复了正常 白夜来到了父亲面前 看着一动不动的父亲 他也明白了父亲已然离开了人世 我告知他囚龙的人 即将赶到你还是赶紧离开较好 但他还是选择留在这里 陪伴自己的父亲 他苦笑自己只是个 只会伤害别人的怪物 所以活该受到惩治 也活该过不上正常的生活 他开始觉得 这或许是属于自己的报应吧 看着他的那副模样 我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小女孩 所应该承受的痛苦 现在想起来 似乎在他脸上 我从未见到过笑容 我想为他做点什么 最终我选择 用善意的谎言来帮助他 表示其父亲 最后一直念叨着白夜的名字 以及重复说着道歉的话 他也希望你能好好地活下去 文言白夜落下了痘大的泪珠 而我也没有过多停留 这已经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事了 随后我问向一旁的真理 你是否会像连所说的一样 会给世界带来灾祸 真理却不屑地表示 这个答案你自己再清楚不过了 也对 这个答案在我和真理达成交易的 那一刻就很明确了 另一边于世的公园上 两名女孩正讨论着 今天就城区出现怪物的事情 看着手里的视频 两人都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 却没想到一道人影 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两人身边 只见男人轻轻地 将手搭在一旁的女孩身上 下一秒女孩刚刚被触碰到的位置 立马就膨胀起来 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 变化为与白夜父亲一样的怪物 无一眼前之人 就是导致白夜父亲 变成怪物的罪魁祸首 同时灵鸟那边的处境也不好受 囚龙的人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再次寻得灵影他们的漏者 只见灵鸟眼神一鸣 方盒子瞬间将囚龙等人覆盖 男人也察觉自己竟无法动弹 不过在他脸上却没有露出一丝恐惧 见此一幕 灵鸟也谨慎地将花梨拉至自己身后 不料下一秒 他就被套上一只尾巫的相局 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对不起 灵鸟姐姐 女孩只因不想再过躲躲藏藏的日子 竟亲手出卖了自己相依为命的伙伴 看着即将死于囚龙处行人之手的傅喜 花梨只是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好在黑书的及时解救症还让傅喜逃过一劫 可敌人的实力终究太过强大 没有了灵鸟的帮助根本不是对手 正当鸟狗吩咐手下去收拾残局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手下站在原地没有任何法子 下一秒两人扑冬跪下 不禁朝着小蛋的方向鞠躬起来 此时小蛋浑身都散发着骇人的气息 仿佛魔神撒旦将士一般令人不寒而令 仅是一个照面就将拥有排斥能力的银狗轰飞出去 同时被击中的银狗也投出了一个命 下一秒刚刚的印记就化为尸体战银狗 主要银狗也是个很平均强人 并直接将十字架爬了死 同时朝小蛋发动了不准大招 绝对排斥 可区区凡人又岂会是神的对手 下一秒小蛋就将面前的排斥直接压缩 这个报告时间将银狗淹没 只见小蛋冷漠地掐着银狗 正当他要将眼前的银狗彻底枕灭时 忽然一到黄色盗影上 艾迪挥动手里的银刀命中了小蛋的身体 哪怕命中小蛋战武 原因就感到十分极臭 只见小蛋刚刚的伤口开始逐渐移合 可话音未落头顶的十字架 某的朝战武杂志 好在战武察觉危险及时挡下来 反而小蛋的能力却维持不了太子 另一边囚龙总部黑色立方内 一名工作人员刚要出声制止紫罗兰 可下一秒就被紫罗兰召唤的怪物一口吞下 此时紫罗兰已经得到了暴食的力量 心中迫切想要杀掉红衣的情绪更深了 突然两只诡异的怪物咬向了紫罗兰 被咬中的那一刻紫罗兰发现自己竟使不上任何力气 同时一道戏谑的声音传来 你以为借助暴食的能力就能在这里横着走吗 只见百合缓缓表示愿意给其一个复仇的机会 念在你给我当了这么多年的部下的份上 我便让你作为养料送至红衣面前 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就得看你自己了 没有了百合的阻挠紫罗兰也很轻松地找到了红衣 看清来人红衣嚣张地嘲讽起紫罗兰是个疯女人 然而紫罗兰却没有任何的废话 上来就直接发动了暴食的能力 只见一只面目猙獰的怪物幻化而出 下一秒就将红衣一口吞下 正当紫罗兰以为自己终于给丈夫报仇时 红衣却破开了怪物的身体逃离出来 显然这所谓的报仇机会 无非是百合对一个纯女人的欺骗罢了 另一边的战场上小蛋也将张五等人彻底压制 不料金蝉进不讲武德发动偷袭 被项圈套住的小蛋也被金蝉练成一座金雕 紧接着他又帮助受到重伤的张五进行治疗 张五看着化为金雕的小蛋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也明白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他们都不是其对手 没办法现实总是残酷的 突然张五注意到一旁倒地不起的灵鸟 他连忙询问尹狗是否还见过其他尾物 没有啊我追捕的都在这里了 得知我不在的消息战五也松了一口气 否则又得经历一场恶战 化音越过问题就发生了大爆炸 待烟雾散去我和暴时的身影赫然出现 我的朋友们看来都受你们照顾了 让我替他们感谢一下吧 暴时的实力究竟有多恐怖 仅是5%的力量就能将囚龙众人彻底压制 就在刚刚金蝉突然加入战场 这也让原本的局势瞬间反转 好在我凭借着小布的嗅觉及时感到 剑撞球龙等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然而鹰狗却自信地表示这未免太过畏手畏脚 下一秒就一个闪身朝我袭来 排斥 面对鹰狗的力量一击我却反手将其肘飞出去 毕竟和世界的排斥相比鹰狗的能力就显得不够看了 同时一旁的暴时也加入了战场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战五立马上前抵挡暴时 爱迪则是向百合汇报起来情况 然而百合仿佛在忌惮着什么 表示只需抓捕暴时以及尽量避免与我产生冲突 可哪怕眼前的暴时实力只有不到百分之五 却也依旧让身为囚龙七药的两人十分棘手 眼见小布成功拖住众人我也朝小蛋走去 正当我打算用能力帮其恢复时 周围的环境甚至是时间竟出现诡异的静止 看着不远处的金蝉我冷漠地询问其他的意思 同时真理却得意地表示不用管他 在我的世界里他可什么都干不了 然而金蝉似乎能看得见真理的存在 吐槽起真理之令人火大的态度 与真理的一番交谈得知金蝉原来是个完全取代者 而这所谓的完全取代者准确地说其实是面具本身 金蝉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对我发动抓捕 反而朝我丢来一瓶药剂 另眼一看原来是修复人格偶的融合药剂 金蝉缓缓解释到这是为黑书准备的 他应该用的事 可下一秒真理却来到金蝉身边 对他作为一名完全取代者 竟也会给囚龙卖命的十分好奇 然而金蝉并没有回答他只是沉默 另一边废旧城区墨也找上了白叶 解释起杀死他的父亲也只是为了保护其他正常人类 然而白叶却并不理会他表示要杀药宝随里面 面对白叶的吴氏墨只是笑着表示你的父亲并非伟物 而是被别人变成怪物的 文言白叶的身体不由颤抖起来 嘴里不断重复着墨的话语 同时周围的空间瞬间出现无数裂缝 仿佛下一秒白叶又要晃化为一斤罪命 可即将暴动的白叶竟被墨一只手给压制了下去 紧接着墨表示可以带气找到那个凶手 不久两人便来到城市内部 然而此时的城市却异常的混乱 大量的怪物在肆意的破坏里杀戮 看着底下的怪物白叶顿时联想到自己的父亲 瞬间恐怖的气息蔓延至白叶全身 然而看着前去解决尾物的白叶目不由已笑 这所谓的清扫不过是一个早已安排好的舞台 一个制造出的可以理所当然避开正厅干涉的尾物狩猎场 如今看来那家伙刚开始就闹出这么大动力 比喻气的还要积极呢 那么狩猎开始吧 与此同时城市内部的某个角落里 一名披着斗篷的男人发出了癫狂的笑声 他的手上正掐着一名囚龙处行员的骨子 下一秒便将其转化为一只血红的怪物 看着面前恐怖的怪物男人显得极为美 只见他缓缓开口这可不是你的狩猎场 这可是老子的食物铺的 你敢相信原来我那让人绝对认同的能力 竟不是来自真理 他的真正来源竟是那日令我产生暴躁情绪的陌生男孩 就在刚刚我携手暴时就出了灵鸟一行人 可灵鸟搏梗上的项圈此时却隐隐作响 下一秒项圈竟开始不断剥离灵鸟的人格 正当我想试着用悖论去破除灵鸟搏梗上的项圈时 不料真理却突然发疯将我拦了下来 更是直接发动悖论将灵鸟连红项圈一并抹除 可面对灵鸟的死亡一旁的小蛋却没有表露出一丝难过 反而一脸嘚瑟地询问真理是如何发现破绽的 真理不屑地表示之前就有一个蠢货试图用假象对付过我 这种下三滥的障眼法就少来丢人了 哈哈哈哈你还真敢说 在我的世界里你刚刚哪怕对自己的判断有一丝犹豫 都会真的杀死这个女孩哦 说完小蛋化为那日记忆里的男孩 看着眼前男孩真理冷漠地呵斥他赶紧离开 可男孩一个闪身来到真理面前 表示真理借用了他的能力那么久 收点利息不过分吧 下一秒男孩一直点在真理的眉心上 随着真理的消失我重新获得了身体的控制权 男孩朝我走来表示想要和我做一笔交易 可我并没有理会他 之前就已经和真理交易过了 谁知道在和眼前这个怪异男孩交易会发生什么 没有得到我的回复男孩并没有生气 反而问起我已经知道自己其实死去很久的事实了吧 男孩嘲笑我一直想方设法地变强 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找杀害性的凶手报仇吧 而你之所以不惜代价的使用悖论使其不断变得强大 无非就是想利用那违背现实的能力去改写你糟糕的过去 对吧 一直都活在过去阴影里的 胆小鬼先生 文言我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你想交易什么 可男孩并没有着急和我进行交易 反而打算先教会我如何使用好我能让人绝对认同的能力 他笑嘻嘻地告诉我可别错荡成真理哦 那可是属于男孩自己的力量 文言我感到十分诧异 绝对认同难道不是真理所带给我的面具力量吗 男孩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蠢麻的能力在和他交易之前你就能使用了不是吗 不过也多亏了他你才能引用你的能力 听好了我这个能力的效果准确来说是进行逆向判定 只要对方对你的言论动摇他就会成立 相信掌握他的运用会对你今后有着不小的帮助 然而我却不屑地表示只要悖论足够强 哪怕没有你的能力也能应对不是吗 我又何必冒着风险与男孩进行那所谓的交易 男孩笑嘻嘻地表示那要是真的回到过去你又该如何 那时候的你可没遇到真理啊 恐怕到时候你活下来的概率只有百分之零八 他说的对哪怕真的回到过去我也只是个普通人 又谈何拯救自己呢 我终究还是选择了妥协询问男孩代价是什么 可没想到男孩的要求竟是让他吃掉我的心脏 我答应了下来 毕竟那似乎本来就是他的东西 可下一秒男孩的胸口就被一只血手冻穿 来人正是被男孩排斥掉的真理 老子不同意 无料一阵嗡名瞬间席卷真理 真理瞬间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男孩的能力可是逆向判定 真理刚才太过冲动对其产生动摇 也变相促使条件的成立 哪怕现在真理如何使用悖论都无法抹出男孩 此刻男孩已经变成我的心脏 更是三人如今共同的心脏 另外男孩还告诉我他的能力还能与真理的悖论相结合 这样便能消除他成立的前置条件 从而达成那所谓让人绝对认同的能力 真理 你 也是我的面具吗 不 我叫潘多拉 我 只是你的心脏 当一个人内心的负面情绪达到一个临界点 他便会产生一种名为面具的第二人格 面具的出现就像一把双刃剑 他会在赋予宿主强大能力的同时 不断地侵蚀你的内心 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自己的面具完全取代人格 而我的好兄弟红衣就是因为内心的嫉妒 变成了一个吞噬他人的怪物 一直以来我都有个疑问 既然面具是由第二人格演变而出的场 那么被我捡到的真理又是个什么东西 可当我询问真理关键问题时 火不其然他又一次逃避了我的问题 没有再去理会真理 借助潘多拉的力量 我也成功将灵鸟挤人身上的项圈解除 清醒过来的灵鸟朝我询问起现在的情况 得知现在暂时安全后 他也松了一口气 随即不顾伤势的发动方盒子将这里隐藏起来 这样就能让大家有足够时间恢复伤势了吧 突然负喜大喝一声表示 好像还有事情没有解决 他愤怒地看向花梨 这种叛徒难道你们想这么轻易地原谅他吗 此时的花梨还在庆幸自己又一次从球龙手上逃脱 丝毫没有意识到眼前场面的变化 你为什么做那种事 为什么背叛我们 可面对灵鸟的质问 花梨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事 他只不过是想要活下去又有数字 反而怪罪于灵鸟等人偏要去招惹球龙 如果不是这样球龙也不会惆伤我们 不喜不解地表示我们可是同伴呀 你可以说出来我们大家都会帮你一起抵抗的呀 文言花梨只是冷笑一声 他曾一直认为已经逃离了球龙的事情 哪怕辛苦一些但至少还能活着 可当再次遇见球龙时他便发现 球龙的阴影似乎从未离开过他的心灵 而顺统也离所应当地成为了他心中唯一能做的事 突然一道冷漠的声音从花梨脑海响起 任务失败了可是要受到惩罚到 话音未落花梨的背后开始不断流出大量的念念 下一秒竟将花梨瞬间淹没 看着突发异样的花梨 潘多拉一眼便看出这是诺亚的诅咒 这些所谓的诅咒就是利用种子来代替孩子与面具之间交易的砝码 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时候 他就会深根发芽打破弃 通常来说面具的人格更容易在年纪较小的孩子身上 囚龙正式利用了这一点 他们将拥有伪物资质的孩子们集中在一个名为乐园的场所 那些孩子会被囚龙当成牺牲品一样强行引导成伪物 至于花梨现在的情况 多半也是因为他的任务失败从而导致体内主要发芽 肮脏的做法 此时真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次出现 不过可以感觉到他和潘多拉两人明显不对 看来以后还是得找个机会调解一下两人的关系 当下还是先解决眼前的麻烦较好 可一旁的灵鸟却伸手将我拦了下来 他要亲手来解决这个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妹妹 此时花梨的人格已经被面具完全取代 眼眸之中满是冷漠和沙影 下一秒一只摆你大手拔地而起 紧接着狠狠地朝灵鸟头顶拦了下来 不料花梨的自信一击尽在两秒半后被禁术挖击 面对来势汹汹的灵鸟花梨还想拼死他 花梨的攻击犹如触手般朝灵鸟伞 可无论花梨的攻击来多少次灵鸟都能将其尽数瓦底 完全取代后你会感到开心 我的话反而觉得会很寂寞 听完灵鸟的话花梨整个人一下子愣住 谁都没想到灵鸟竟也和花梨一样是一位完全取代 花梨你知道吗 我们能活着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弱小 而是因为所有敌人都被我们杀了 伴随着灵鸟手臂的微微抬起 花梨整个人瞬间被方盒子摆倒 紧接着的便是方盒子的不断收索 任凭花梨如何使用童话能力都无济于事 虽然花梨的能力可以童话周围的一切并加以操纵 可如今这个空间是灵鸟一手创造的什么也没有 她的能力也自然起不了任何作用 濒临死亡的同时花梨开始害怕地向灵鸟丘扭扰 我知道了 灵鸟就我错了 对于花梨灵鸟一直都将她当作亲妹妹来对付 可花梨却为了自己一个人的狗脖而背叹大家 她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 随着灵鸟的用力收拳 下一秒花梨变化为了一滩血液 这些年灵鸟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双手沾满了多少心血 更不想再沾上同伴的血液 灵鸟 是那孩子给我取的名字 突然空间开始发出剧烈的颤鸟 一只巨口将灵鸟的空间撕碎 小布赫然跳了出来 不过看她的样子似乎不太好 整个人都呈现出虚口的状态 下一秒她突然睁开双眼 仿佛受到什么惊吓一般扑进了一团眼 她 是在害怕吗 来了来了 囚龙处形人最强战力终于来了 这个酷似五条物的男人光看站姿就知道她强的可怕 刚一出手便将凶残至极的暴石打到怀疑人生 下一秒更是踏随续空直接进入灵鸟的特殊空间 看着眼前陌生男人我直接朝她发动的背论 和白是百灵的背论除了让她吃点灰尘外根本毫无能力 同时灵鸟也快速发动了方向 可哪怕已经将男人困住在方盒子内 下一秒她竟诡异地从方盒子内探出了身体 仿佛她能在方盒子内随意穿梭一板 没等众人反应她又是抬手 一到恐怖的空间站迅速与灵鸟插肩而干 这一刻灵鸟顿时心中诞生了一种死亡的麻木感 此刻她丝毫没发现男人已经来到自己面前再次发动攻击 伴随男人的空间站再次追击 原本完整的空间已经变了四公斤 好在我的及时抵挡这才不明明明的事 丘居然能倒下来 真是有趣 男人又戏谑地做出了个OK的手 只是看了一眼铃鸟变察觉到了 哇 是攻击 铃鸟见状也迅速将我扑倒在地 只见刚刚所在的位置 运的一道配行中的空间 看着这出去不意的空间铃鸟 铃鸟也意识到了男人也一定和自己一样 身份暴露的男人竟还想当起老六 我一个高抬腿便见男人手指传 见老六做不成男人略学体高大 这一幕也让身为真爱的铃鸟顺着暴死 一个与将军同款飞踢将其踢飞 不料刚稳住身形的男人竟突然朝我走 身情对不起 这怪异的一幕却令我的心脏变得越来越多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看了一眼 这感觉就不变得一眼一眼 突然之间真理开口 他愤怒地警告着 潘多拉最好不要再使用这个行业 他可不介意直接将你了 对此潘多拉不懈地切了一声便选择离开 察觉到我的气息变化男人也感到不可思议 拥有空间系能力的他很明显地感受到 在我气息变化的一瞬间 就连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沉重起来 这可不是寻常伟物所拥有的力量 此时真理已经被潘多拉惹到发梦 告诉男人三秒后还不离开后果自负 说罢便开始了倒计时 三男人开始犹豫起来 虽然他明显地感觉到真理很强大 但还没有到不可提的程度 令他真正在意的还是刚刚潘多拉所释放的力量 这种感觉让他有种莫名的手心 而当真理倒数之一时 他还是选择了离开 虽然他也很想看看藏在我的身体里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进行为止 另一边来查明伟物暴动真相的大姐 却遭到囚龙的阻拦 男人表示大姐的干预只会让事情变得更麻烦 毕竟你的弟弟好像也是个伟物吧 既然谈不妥 那我便换个方式和你聊一下 说罢大姐朝着男人一拳挥去 可眼前没有任何伟物气息的男人 就这么轻易地挡下了大姐的这一拳 有一种普通人类 他们不像伟物那样获取面具的力量 但他们却有着远超常人的能力 这种人便被称为天才 显然眼前的这个男人和大姐一样也是个天才 没有多说大姐再次朝她用力挥去 强大的力量让空气都产生了阵阵零音 可男人竟再次挡下了大姐这更加强大的一击 男人得意地表示自己可是能适应一切的天才 你可奈何不了我 对此大姐再次冷漠地开口 滚开 这一次大姐的声音充斥着冰冷与可怕 不料男人竟不知死活地挑衅起了大姐 怎么 我不走你还能打死我不成 下一秒大姐身上的气息瞬间变得滚 整个人都变得与刚刚不一样起来 不等男人反映自己的胸膛已经被大姐冻穿 没点男人适应的机会 大姐一个闪身就到了男人后脑手 恐怖的力量让这位号称 可以适应一切的天才也敢独立 去适应一下死亡吧 恐怖的杀意瞬间从大姐身上弥漫开来 突然之间一道攻击从大姐背后起来 好在大姐一个侧身躲了过去 只见刚刚的位置竟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冰柱 来人正是三位大狱长之一的人 若冷漠地表示我本应该是最不可能变成伟独 当年已经将安息的碎片融合进我的身体 安息的碎片能够抑制人格 从而避免产生恋剧 求龙这才没与你们过度纠缠 让你们离开 若推测我会变成伟物 多半是因为体内碎片发生了什么意外的变化 毕竟那碎片是用那家伙的 话因为洛大姐便阴沉着脸打断了洛的话 冷漠地强调她才是我的肩服人 自己会好好地教导她 同时表示我滥用能力危害社会的 她也会亲手来解决我 而不是让你们这群伪善者来插手 若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她也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大姐还在为了一个孩子 与他们争锋小孩 说到底那只不过是一个人偶吧 文言大姐瞬间来到弱的面前 愤怒地表示她不是人偶 是我的弟弟 对于大姐的脾气路 已经习惯了别的 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和你打一下 相反有一个情报 你应该会很感兴趣 求龙这次清扫的目标 是一个名为教父的伟物 八年前猖獗一时的连环杀人犯 同时也是杀害了你弟弟妹妹 凶手 昂华的城市街道堆积着 小山丘一般的伟物尸体 可你敢相信这满地的残骸 竟出自一个女人之手 这一次大姐将 真正意义上的崭露实力 将拥有无限复活能力的教父 打到精神崩溃 更是顶着受伤的身体 硬生生的手撕了两只大罪 就在刚刚 根据若提供的位置 大姐成功找到了教父 思绪回到多年之前 大姐曾答应过今晚 要给两个孩子过生日 可当时由于某只大罪的暴走 这也迫使大姐抽不开身 两个孩子就这么坐在客厅里 期待着大姐还有多久回来 突然门口的铃声响了 可男孩打开门 却发现回来的并非大姐 而是一群面目猙獰的杀人犯 等到大姐回到家的那一刻 空荡的大厅里 只剩下了两具 看不清面容的尸体 这么多年大姐无时无刻 都在想着手刃凶手 为弟弟妹妹报仇 如今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凶手 这也让大姐一直以来的心结 大姐终于可以解放 只见大姐缓缓抬起拳头 下一秒恐怖的拳风 瞬间轰在了教父身上 然而教父就那么静止地 站在原地毫发无伤 通过能力 她将大姐的攻击 转移到了身后的尾物身上 只要她所制造的尾物 还活着 她就能做到永远不死 这也是她那么肆意地 同化普通人类的原因 没给教父休息的机会 大姐再次发动了攻击 恐怖的力道 让整个巷子都剧烈地晃动起来 在大姐那潮水般的恐怖攻击下 哪怕拥有伤害转移 这种一天能力教父 也隐隐感到失利 加上刚刚那几下 自己恐怕已经被杀了79次了吧 大姐晃了晃手里的鲜血冷冷开口 我很好奇 你到底还有多少的造物 可以给你转 说吧大姐又再次举起拳头 朝教父哄来 顿时整个巷子里 都充斥着地面破碎的声音 以及男人那害人的凄厉惨叫 终于在大姐的第3783下挥拳后 这个曾经杀人无数的男人 此刻严厉惊险恐惧 这种恐惧不仅仅是因为 大姐那仿佛耗之不尽的体力 同时也在于 另一边小白正以一种 极其恐怖的速度清爽造物 任何造物都会在 靠近小白的那一刻瞬间里面 这也让身为大狱长的 默感到不可思议 但从小白的破坏力来看 懦估摸着已经不属于普通大罪 或许好好培养一下 能成为一个不属于 那家伙的处刑人 同时教父再一次被大姐打倒在地 这时候他也明白 恐怕这个女人 真的会让自己交代在这里 正当大姐想要再次出手时 百合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这里 他戏谑的解释 要给大姐增加点游戏难度 为此他更是特意从球龙 带来了两只货真价实的大罪 看着大姐伤痕累累的模样 百合得意的嘲讽起了大姐 一个人在强体力 也终究是有限的 想逃的话就趁现在 你如今的状态 恐怕是拦不住我们的 可下一秒 他又阴险的说道 不过我知道 你一定不会这么做的吧 然而百合还是太低估了 大姐的实力 哪怕身负重伤 情绪的强度 让自身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 现在的他火大得很 可上一秒还气势汹汹的宠 下一秒就被大姐 将他的脑袋 来了个360度大旋转 然而冲进不知死活的 朝大姐来偷袭 这里火大的可不只有冲一个 大姐愤怒的一拳砸向宠 恐怖的力道 让周遭的空气都变了形 凝着受伤的身体 大姐再一次上演了 首次大罪的名场面 此时大姐已经没有了任何耐心 任何敢阻拦他复仇的人 或者伟物他都不会留守 只见他猛地朝地面一跺脚 先是将人脸罪面 所制造的骨气竞数震散 再借着地面的反弹 飞至大罪的头顶处 处理完爱手的家伙 大姐缓缓朝着 早已被吓坏的教父走来 到你了